今天我是主持,我們的嘉賓是阿康 Hello Hello 多謝你今天接受訪問 我是 你們有首新歌 首歌名是 《成低的離開的》 《願可再約》 《定一天再見》 你覺得名字這麼長 就會有人聽嗎? 主要是這是一句歌詞 它可以表達一首歌的意思 即是《若定一天再見》表達不到 《成低的離開的》更清晰 有些人離開了,有些人留下 你也明白你的歌曲平時不清晰吧 你身為一個監製 對,我覺得你是一個很厲害的監製 為何我說你很厲害呢 因為YouTube簡直說 為何這個混合得那麼差,要解僱你 你是響的,你的名字是響的 即是解僱他吧 為何你可以做得那麼厲害 那些人不會 你覺得他們不認識嗎 又不可以這麼說 為何你還沒被人解僱 不知道,可能我做得很好吧 很差 不過不要緊的,可以的 有人比你更差 對,我想說 我們Covered Dog裡面 你算是最英俊的那個 那… 也不一定是 那你覺得誰比較英俊 你比較英俊 當然了 但除了我之外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上鏡 你喜歡上鏡 你這麼英俊 為何你的追蹤員都這麼少 沒有的 沒有而已 你等到多少歲才有 或者有,我不知道 你意思是他們不追蹤你 我沒甚麼經營的帳戶 但你是偷偷地跟女生私底下說話 沒有 沒有 我聽到不是這樣 沒有 那認識你一段時間 我平時看你是用美髮菜 變黑頭 是 為何突然變成金毛 做表演 髮型師想有點特別 所以就有今天的安排 不特別 即是黑色變金也不特別 你剃光它就特別 再脫下假髮也特別 但染金沒有甚麼特別 嗯 你自己覺得呢 可能對我來說特別 你的人真是差 OK 我見你臉上有些麻疹 你小時候沒有打針嗎 那些是濕疹 濕疹和麻疹不一樣 不一樣 濕疹是德國 麻疹是香港 香港麻疹 是啊 濕疹 濕疹 好吧 今天先問這麼多 我知道為何她沒有追蹤 因為她人真的很悶 好少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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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多休息和女生說話 是否定是否可以 是否定是她 撲到她 你也有 衝刺 是一隻